大家好,我是小尹,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尽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感谢您。 癌症是让人非常恐怖的一种疾病,我们都害怕患上这种疾病。 但是一家四口全都得癌,竟然因为厨房里的这个,更可怕的是你家也有。 最可怕的是天天都用。 看到新闻的我表示很惶恐,感觉致癌物无处不在。 家里有宝宝的妈妈要注意,卫生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这则新闻来自于北京的一档健康类节目。 节目中报道了一篇一家四口全得癌的事情。 新闻里,王明氏得癌症,一天到晚掉眼泪,不停地喘气。 不久,家里另一人也得癌症。 一个姓田人家,一家四口都得了癌症。 你可能会说,这样的家庭肯定有不良嗜好,会有家族遗传疾病。 但其实他们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家族遗传疾病。 他们得癌症仅仅是使用了不卫生的菜板,这才让货端进了锅,进了口。 以至一家人接二连三地得癌症。 原来,王女士一家,强妻使用竹子筷子,木质菜板。 这家人的菜板是很厚,很原始的木桩子菜板。 木头存在一些缝隙和纹理,看不见的沟壑,很容易有食物残留。 滋生大量的细菌,代谢出致癌物质,黄区酶毒素。 那么,这种毒素真的这么厉害,能让一家人都得癌吗? 专家说,如果一次性摄入一毫克就可能致癌,二十毫克就能直接致命。 其毒性是氢化钾毒性的十倍,是披霜的68倍。 黄区魅毒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致癌物,进入人体后,在肝脏中存留最多,是其他组织器官的5到15倍。 因此,对肝脏的损害也最大。 专家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筷子、菜板使用时间越长,细菌数量越高。 有些筷子使用3年以上,其细菌数高达10万个左右。 使用期限超过6个月以上的菜板可能就会滋生黄区魅毒素。 而清洗不干净的筷子、菜板就是黄区魅素最爱呆的地方。 竹子、菜板、木制筷子的保质期只有6个月,所以我们应该顶期更换筷子、菜板或消毒,保持卫生,以防病从口入。 谁家没有个菜板和筷子呢? 所以,从菜板上防癌是一个人人都必须要注意中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问,你家的菜板为什么?你家的菜板经常清洗吗?你家菜板清洗但达到干净程度了吗? 这样的筷子,菜板千万不能再使用。 1. 已经变色的筷子 菜板会随着使用时间及次数的增多而变色。 当你发现筷子、菜板颜色变深或变浅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 一旦颜色有变化,就证明材质本身性质有变化,应该立即更换。 2. 表面有霉斑 仔细观察,筷子菜板表面看是否有灰黑色的霉斑。 霉菌喜欢潮湿的地方,一旦筷子本身的含水量达到一定程度,霉菌一天就能生成。 一旦发现筷子菜板上有霉点,坚决扔掉。 3. 能闻到酸味 使用筷子菜板前一定要闻一闻,如果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 那说明筷子、菜板已经被细菌污染了,不能再继续使用。 4. 有刮痕和磨损 筷子、菜板使用时间过长,加上经常使用、搓洗的过程, 会给筷子和菜板留下深深浅浅的伤痕, 使其表面变得粗糙,容易使微生物残留、滋生。 因此,一旦发现筷子,菜板出现刮痕、磨损或变形,就要及时更换。 筷子、菜板如何清洗、消毒、存放最卫生呢? 日常清洗方法 筷子清洗比较简单 筷子可以先用清洗剂泡一会儿,用抹布洗掉筷子表面油渍等残留物, 再用流水冲净,自然晾干即可,切勿用力地搓,更不能用铁丝球搓。 相对而言,清洗菜板就比较讲究了。 1. 食用醋清洗消毒 切菜板在切过鱼肉之后,残留在菜板上的腥味很难去除。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使用,我们经常用到的食用醋就可以巧妙地去掉腥味。 将食用醋倒一些在菜板上,用干净的抹布在上面擦拭几次,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在通风干燥处晾干就可以了。 2. 用开水清洗消毒 用过菜板之后,如果我们要清洗,用清水冲洗干净表面的骨骨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烧开的开水再冲洗切菜板, 就可以消除菜板上大部分的细菌与污垢了。 清洗干净后,放在干燥处晾干。 3. 使用食盐清洗消毒 将切菜板弄湿润了,然后撒一层薄薄的食用盐在切菜板上面。 半小时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也能杀死大部分的细菌,保持切菜板的卫生。 4. 使用生姜消毒 切一小块生姜 将切菜板第一遍冲洗过之后,用生姜在切菜板上擦拭。 擦过一遍之后,用清水冲洗下,再继续擦拭一遍,多擦拭几次就可以去除上面的腥味了。 5. 阳光曝晒 如果能有好的天气,可以把切菜板放到阳光下曝晒。 太阳光的紫外线不仅可以杀死大部分细菌,而且还可以除掉菜板积流下来的大部分水分,保持菜板的干净与干燥。 6. 菜板分开专用 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些专用的切菜板,蔬菜和荤菜分开使用,可以避免两者之间的交叉污染。 存放方式 筷子和菜板都需要存放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中,包括插筷子的筷子盒也要经常清洗、消毒,保证其内部干燥为生。 另外,请给孩子准备单独使用的碗和筷子,不要和大人共用,最好单独清洗。 小心这些食物里都藏着黄区酶素。 1. 发霉的花生玉米 黄区酶素藏在发霉的食物里,特别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里,比如花生、玉米等。 淀粉在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下会滋生导致肝癌的黄区酶菌。 我们常吃的大米、小米、豆类,尤其是在高温湿润的环境下,一旦没变,也会陷入它的魔爭。 2. 变质的米饭 别以为做熟了就能放松警惕。 变质的米饭是最容易产生黄区酶素的。 国家二级营养师、高级食品检验员孟丽娜说,身边就有常年吃剩饭菜的长辈,四十多岁就患癌症的势力。 为了不浪费,他们经常吃已经有些异味的米饭。 要知道,变质的米饭是最容易产生黄区酶素的。 可能它的患病跟这个习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至少这个习惯并不健康,会危害我们的身体。 3. 发苦的坚果 瓜子中最大的安全风险来自黴菌,比如致癌的黄区酶素。 如果吃到变苦的瓜子,一定要及时吐掉并且漱口。 因为瓜子等坚果的苦味正是来自煤变过程中产生的黄区酶素,经常摄入会增加肝癌风险。 4. 泡了好几天的木耳 家里不小心泡多了木耳吃不完,过了几天就不要吃了。 因为木耳本身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纤维素,泡久之后会变质,产生类似的生物毒素,容易滋生黄区酶素。 很多人应该听过这条很火的新闻。 浙江以为消费者因为使用泡发了三天的黑木耳,导致食物中毒,出现多脏气功能衰竭,一度生命吹味。 总之,关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就一定不能忽视,小心并从口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尹,我们下期再见啦。